謝謝主席主席請先請教育部 請教育部 委員長 這個剛剛委員請教我們國內 人才不足國科委認為我們未來有人才不足的危機 但是我們卻也看到說年輕博士 這個目前找不到正職 找不到尤其想要找教職找不到正式的教職 那麼只能夠在各校兼課 那再怎麼兼約薪算起來大概就是基本工資 或到22K 那整個校園也因此教師的勞動非典化 似乎成了血汗大學 那像這樣的現象其實去年年底 高教工會也向監察院陳勤 那到現在也一年了 那這個情況教育部現在檢討的這個情形如何 像這個數字來看 我國九十學年有大學的終點教師是兩萬七千人 到了一百年的時候是增加到四萬四千人幾乎是兩倍 這種情況 那麼我們還看到說 這個教育部面對這個非典化 教育部卻還在一百年規定說 四名兼任教師可以折算一名專任教師 也就是說 讓原來要聘專任教師這個職缺啊 就拿來給兼任教師來頂替啊 那這個是不是造成更嚴重的這個非典化的情況 會不會讓學校更濫用這個終點教師 教育部一年之後到底你們的檢討情形如何 跟委員報告 其實兼任教師在大專院校裡面 它絕對是有存在的必要 對有關於在整個兼任教師的採集 所謂四元算一元 基本上並不是從一百年才開始 其實那個是很早就已經開始有這樣的計算的基礎 不過它主要的目的是在於說 對於兼任採集教師人數 它有一定數額的限制 超過這個數額限制 基本上他聘的教師基本上是不列入的 教育部的立場 我們當然知道學校也需要兼任教師嘛 但是你如果讓他本來是要聘正式職缺的 來轉換成他就來聘這個兼任教師 雖然兼任教師因此有 教課的機會有兼課的機會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思考讓他能夠增加正式的這個 尊任教師啦 就是說這根本就不應該讓他一直非典化 那麼雖然你有這個比例的這個限制 但是也反過來讓學校濫用終點教師合理化啦 所以我是希望教育部你再去思考 長期我們還是不希望看到這麼嚴重的非典化 那麼我們還是希望有更多的這些已經國家培養出來的年輕的這些博士跟研發人才 他還是可以有安心的研究跟教學的環境嘛 所以我現在就要問你就是說 這個終點教師啊這個兼任教師他們的薪水啦 我們看到就是說從16年來沒有調漲過他們的終點費 兼任教師的終點費啊 講師時薪575元 兼任助理教師時薪630元 然後加上很多學校是有這個兼課的這個時數上限的 有四小時有八小時的 有九小時的 我就算給他算八小時來看好了啦 一個月薪水就是一萬八啦 那麼你在扣掉他放暑假就沒有薪水了啦 就基本工資啊 這個終點費這樣的一個待遇 教育部怎麼看 是我想對於兼任教師的終點會 就像委員剛剛所講的 從民國86年之後 市場都沒有做調整 確實雖然教育部在一百年有一個通行告訴學校 可以用學校的校務基金 智酬的經費裡面自己去調整 兼任教師的終點會 不過確實絕大部分的學校都沒有 你覺得就讓學校自己去解決嗎 教育部也沒有什麼辦法 對對對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絕大部分的學校確實也都是還是用八十六年的標準 來支付兼任教師的終點會 我們已經針對這個部分有關兼任教師的終點會 怎樣做合理的調整 目前有一個初步的方案出來 我們兩個禮拜之內 怎麼樣的方案 一定是合理調整 那處而現在我還不方便 因為整個東西方案 必須部裡面討論確認了之後 我們兩個禮拜之內 所以要往上調整 原則上一定會往上調整 什麼時候要公布 我們兩個禮拜之內 會把調整的方案報行政院 兩個禮拜報行政院 調整幅度多少 現在目前 多少比例 目前還沒有確定到底多少比例 你們處理同仁人事處告訴我 兩個方案 一個是循基本工資調漲 以這個16年來基本工資調漲的幅度 大概是多少 這個大概是21% 另外一個是循軍公教調漲的方式 16年來軍公教調漲的幅度 那這個大概就是15% 這是你們的方案 這個不是我們立法院的方案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 除了這樣的一個調漲之外 很重要的是你要從法規面 怎麼去保障 兼任教師他的待遇的權益 所以教師法 有沒有可能在相關的條文裡面 明確的保障兼任教師的待遇規範 啊 次長你不知道 你自己今天的報告就寫了 我知道 我還做求讓你回答 你還不知道 對於有關於兼任教師的權益 怎樣去做合理保障 基本上是在我們整個方案裡面 一併要去做注意 你的報告不是35條 教師法35條 你要進一步來 對 沒有錯 強化兼任教師的權益保障 盡快提出來好不好 好 教育部謝謝 我們請國科會 這個主題時間是不是暫停一下 謝謝 請國科會副主委 時間暫停一下 好 副主委 接下來我想請教 我們最近在媒體看到一些報導 大幅的報導 這個國科會 有關於原住民科學教育的科研預算的分配 有發生一些爭議 我先請教副主委 這個08年到13年 原住民科學教育相關專題研究計畫總共幾件 你知不知道 在這個專題下面大約八件左右 什麼八件 但是是群體 群體下面還有很多 八件 總共的話 就八年都查了啦 有將近一百件 原住民加上科學教育 我們整個去看 大概將近一百件八十九件 對對對 他是群體 這當中喔 我們發現說 大部分的計畫都是在兩百萬以下 一百萬以下 但是有兩件是一千萬以上 一件是兩千萬以上 然後也有媒體報導跟很多人投書指出說 這三件裡面有兩件是洪蘭教授的這個研究計畫 好 那麼 這個兩件呢 是九十七年到一百零一年 是兩千零二十九萬 九十七到一百零一年兩千零二十九萬 是的 結果現在新來 這個新的 第二 這個接下來已經結束了 101已經結束了 102又有新的計畫 做到106又有一千兩百九十七萬 我給他算了 加起來三千三百萬 三千三百萬 我們來比較剛剛提到的八十九件 近一百件的原住民科學教育 總共是一億五千萬 佔了多少 超過這個百分之二十二呢 超過五分之一耶 副主委你覺得這樣的分配比例正常嗎 我同意是不太好 蛤 我同意不太好 是不是不正常 是不是太集中化 你了解這個事情嗎 我們正在檢討 我們正在檢討 正在檢討 對 這個然後我也看了他的計畫 其他的補助計畫的 研究計畫的標題 內容都蠻具體的 齁 那麼 但是呢 這兩個計畫都是只有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 那麼其他的其實都非常具體喔 是要用這個原住民的數學啦 科學啦 藝術教育啦 好各方面的 文化面的連結等等的 就這兩個 金額最大 但是計畫名稱很不清楚 我請教國科衛 這內部的一個這個審查的核准的機制到底是什麼 程序是什麼 內部的程序是科教書 他先根據這個原住民教育的需求 研究然後組這個委員會來審議 然後 經過他們同意以後 提報 那第一期的話是 這個 提報的到這個 副主委 主委審核 第二期的話 第一期 你指的第一期就是97年當時 過去的 對對對 第一期是從人文書到 科教書 他是科教書 科教書到 部裡面 到副主委 來核准 對對對 那第二期 一百零一年 一百零二年呢 第二期 他是延續第一期做法 他就在處長那邊就核准了 在處長就核准了 他是認為是延續性的 延續性 他認為是 我是事後去發現 蛤? 你事後才知道 那主委 主委現在常常知道 蛤? 現在才知道 所以公文沒有到你這邊來 批合 這第二期的沒有 第二期沒有 這個喔 國科委你們真的回去檢討一下 你們的程序啊 這麼大的一個計畫 竟然在處裡面就覺醒了 那麼 你們副主委 主委都不知道 那當然我們也不知道說 這個計畫做 第一期做的如何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洪教授的背景 洪蘭教授背景 他是認知神經科學 這個認知心理學 神經心理學 神經語言學 第一個沒有原住民研究的背景 第二沒有教育研究的背景 那麼其他的研究計畫 大多是教育大學 教育相關師範學院大學 以及教育相關科系的 這個學者的研究 所以你覺得這樣的研究背景 從97年到未來106年 要來做這個原住民科學教育 你覺得 你覺得如何? 我要完全深入去檢討他的研究報告 看第一期做的怎麼樣 第一期研究報告的這個評 這個第一期研究報告有沒有公開了? 這個第一期研究報告 摘要是有公開的 只有摘要公開 內容沒有公開 內容我們要 你們都還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是這兩天的事 都還沒有看過 你們內部應該有這個結案的審查 我們要回去檢討 我希望你們回去 把第一期的研究成果給委員會 然後你們去評估了解到底 為什麼 第一個為什麼 這個 這麼容易第二期 我們又直接 沒有經過部裡面的核准 就同意了 然後這個經費的分配 是不是集中化 我們不是針對個人 我們認為科研經費的分配 應該要更謹慎 這個最後一點時間 我請教副主委 在我們文會的同時 中國科技部長萬剛正在參訪 新竹科學園區 請問在看什麼? 科學園區都是這種標準式的 就是外國各方面的人 來參觀的時候的 我請教 我直接請教副主委 我們現在是不是要跟中國來 這個協商簽訂兩岸科技協議 我們主委說在談 在談 所以有在談 正在談 主委做事情非常急 當他在談的時候 就是 一時 正在談 不是 他如果說要做的事情 已經啟動了 他說在談的時候 就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慢慢談 再談是正在談 還是以後再說 再見的在 另外 再見的在 再見的在 所以是以後再談 是的 那你們現在請人家來 齁 然後我現在關心的齁 現在時間沒有了 請主席給我一點點時間齁 這個 你們現在來請來看園區 然後呢 這個萬剛這個部長 他說要來推動兩岸園區合作 我現在請教國科衛齁 科學園區以後是要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來讓中資進來投資 還是你們自己就要透過兩岸園區合作 兩岸科技協議 直接讓中資進來科學園區投資 這個是客人的話 不是主人的話 所以主人沒有講齁 沒有講 所以你們未來所謂兩岸園區合作是指什麼 看看 對我們而言是看看 對方說要兩岸園區合作啊 這是對岸說的 我們並沒有說 那你們贊不贊成 科學園區 在至今條例的第十三條 得經由主管晉溫國科會 向經監會申請 納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你們贊不贊成 自由經濟示範區 目前有很多爭議 它退回原點 你們贊不贊成 我們還不知道它重新規劃 你們不知道 抱怨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到月底協調了咧 你們以後可以經過向經監會申請 把科學園區納入至今區 你們不知道 還是你們不同意 我們要看它的規劃完以後是什麼樣 所以你們還不同意 我們目前那個 之前的我們不同意 所以是退回原點的 好你們不同意退回原點 我希望你們自己去釐清啊 這個科學園區到底原案的使命 產業轉型創新驅動 在現在至今區的發展模式下 它到底還存不存在 要不要納入 然後中資可以投資至今區 你到底科學園區 是要維持你原來的角色 還是要跟至今區一樣 還是你們自己要另屁西進 讓中資進來投資啊 今天你是副主委 我會再問你們主委 是的 請對外說明 謝謝 接下來是邱智維為原 我還是先去結束 幾個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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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